现在是7月下旬 这里是一个专业苗圃 位于多伦多附近 哇 宣草 D-Lily 叫做Desert Icical 哇 这名字有意思吧 14块98 一加轮 巨大 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 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朵花的味道 在旁边可以明显的闻到香味 有点像Lily of the Valley 或者Linden Tree 断树的香味 挺有意思啊 有香味的宣草不多 有知道的朋友吗 可以说说 太奇妙了 不仅大 而且像蜘蛛一样 说到香味啊 这眼睛一瞟 你看看 还真有香味的 Fragrant Reflection 12块98 虽然没开花 花咕都挺多的 怎么样 试试 但是对于有香味的植物 一定要再闻了香味确保 因为它经常说有香味 那个香味 有的香情很刺激 不一定 所有人都能接受 或者是很多时候 说有香味 是不能被人 不能被大众接受的 是有味道 我以前也闻过 有香味的 很宜人 很舒服的香型 转来转去 又转到 又看到这个鸭肉 这个到处都有啊 这个商店里摆的到处都是 真喜欢啊 真不贵啊 要是我选的话 我就选红的 大粉红的 我们看看这个 有人叫它啥 像不像火炬 嗯 这是它的名字 这些俗名叫Red Hot Poker 有意思吧 16块9毛8 往往这种长得像草一样的 都是必须要全日照啊 又热又晒 它才长得 它才能一年比一年长得多 它的花才大 开花花期才长 看看这颜色 从它的叶子来看 和它生长习性来看 你看看 像不像daily宣草 也就是说 每年春天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 不一定每年哈 每隔三五年 每隔三五年 你还可以给它分根呢 越长越多 这里还有蛋黄的品种 看看这些小菊花 像不像沙斯塔菊 区别在于 你看它的叶子 金黄的 而且不仅仅是叶子 它的花也不是纯白 看看名字叫 Rio Sunbeam 我天哪知道名字以后看呢 是不是觉得更刺眼啊 都睁不开眼睛了 看看还有这么多品种 而且都是 你看到明显的是矮小品种 因为沙斯塔菊最大的一个问题啊 毛病就是导弗 那你矮小了以后出现导弗的情况就会明显改善 另外呢 这两年的杂交品种越来越多了 你看这个花瓣 你看这个 就跟用剪刀剪过一样 看看 这么矮小的品种 天哪 看看这个纯黄的 简直越来越像 越来越像黄菊花了 沙斯塔是以白菊花著名 还有花瓣长成这样的 哇 像不像奶油蛋糕啊 中间那点 我都馋了 甜不甜 还有这种Pinkershen 特点就是 你看现在开花这么多啊 它一直开花都这么多 估计从六月中下旬开始 开花能上 能到上霜冻的时候 到九月中下旬 也是六块钱一小盆 有三个花色 白色 粉色 紫色 说是多年生的 或者说是耐寒六区的 保护可以过冬 我试过 冲过 没有保护的情况下 第二年就没了 所以说多伦多是属于边界地区 跟小气候 生长小气候 有很大关系 其实表现这么优秀的花 花期这么长的小花 真的值得 花点功夫 给它保护一下 当然啦 这个小花也不贵 你就把它当作一年生 这样每年还可以换新鲜的感觉 好啦 这小花就说这么多 哪一种给你留下了印象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